你好,在上集 黑缸带来了疑似第102只KAMI的情报 并怀疑这与复活的隔离量有关 枪丸主动清阴 随即三小都结成前往调查 空流吃瓜被误伤了灵鹰原地生云 等到了目的地后 还真让三人碰上了未确实生命体 也因此见到了枪丸的哥哥 原来此地竟是两个枪丸兄弟俩长大的 练金书研究所 在KAMI的研发被明令禁止的当下 所内竟还在挺而走险研发KAMI 和听闻格里昂复活的所长KAMI 也在随后变了脸 接下来的调查中 众人还正碰上了传国中的第102只KAMI 变成了猎二体 并在之后确认了其变身者正是KAMI 待他到猎二体收复KAMI后 KAMI留下要众人保护研究所的话语后 运死过去 且正如KAMI遇到的一般 格里昂已在前往此地的路上 那么接下来就我们一起来看看 最新一化是怎么个事吧 等等他也搞出了一个定生计来 look什么呢就 明师出高途 所以为什么莲华跟老师做出来的 也是定生计呢 那个药剂可能你先浇一个再浇一个就能解 那两个一起浇就会变成定生 哦 对 其实我感觉这两个人之间应该还发生过些什么 确实 可能是因为子宫像的关系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隐晦的带过去了 各位自己从智力行间中品鉴嘛 我反正是觉得这两个人应该是有过一段时间 这就装出来了吗 装出来一摊吧 我觉得多少带着点忌妒 可能是有的 太好了 你怎么这么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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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送你到地獄 你也沒有共鳴 你這種小喀拉米 不配跟我打 哇操 這個扳手玩的可以 BOOM 哇帥 哈哈哈 操作拉滿 全是天賦與汗水 但是沒有素質 要操作有操作 要傷害有操作 你看你看反觀版本梯林 要傷害有素質 要操作有素質 你有意見 跟我想的還是差不多的 嗯 沒有想到 我還沒想到 我還是沒有要責任 還有沒有 兄弟的研究 愛沙克 真的真的 不太大了 這就不可以了 我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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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不用了 你已經不用了 What's up Isaac 噢格里昂來了 估計是 可能是格里昂要他坦神幻象 對對對幻覺 萬人的煉金術還能要坦神幻覺 幻術 你好 好 其實也算是個變化球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以為他盯的D20開門來的 但是他是來找那個Isaac的 其實有一說一趟 他現在都已經要搞染上黃金 是不是說給這個雜品也染上金色好一點 嗯 不一定要金色 金跟黑色嘛 相見嘛 神色 哇 操作真拉慢 哇 哇 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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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猜 哇 哇 哇 對 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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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劍鬼鬼 你想死嗎 你想死嗎 巨長版那麼多恐懼就是這麼來的 用了這個AI技術 死去的記憶突然又來攻擊我了 死去的 神奇啊 最恐懼寶技 他還耐心 被你百包協士的超一級煉金術師來救你了 這方超人 音樂不對勁 愛過 我已經沒有了 沒有沒有 他就想說能代替你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他就斬個金髮吧 這段其實我覺得很棒的表現就是變回人形 是 還不可能 你那天是 我沒有了 那天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一起來亮的 你不害羞你不害羞? 我是悲壞 你不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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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卡米丼 卡丼 卡米丼 我负责力 卡丼 卡丼 可以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 因為羞玩曾經變成恐懼 這算是直面自己的恐懼 這個要素創作人員們撿回來了 我覺得挺對味的 兩邊都在面對自己的恐懼 啊?直接跑嗎? 還是收服不了嗎?還是死了? 不容易卡丼回來了你就跑了 什麼事 我也不記得 有嗎? 超危急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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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當天命治了 帥 等我长大了我要当你的老婆 对 挺好的这两阶段游回我觉得处理的挺好的 现在还不知道葛亮跟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个人觉得那个地方不展开也没什么所谓的 因为那样子反而会更加有味道你就猜吗他跟他说了什么 不是其实我是觉得他既然要搞这种感情线的东西 请那个葛亮演员的老婆来出演金刚真美会不会更好 他就错位了呀 确实是错位了 神秘的学校一阵 橡皮叉 橡皮叉 感情你们可以这么幼啊 还没专家就这样 好 好 動 哦 那我呢那我呢那我呢 沒人疼沒人愛 沒人愛 我呢 傳奇耐山王 哦 又是那些逃犯 能看到這的相信我不是潛成的特色受眾了 說出來忘了收到你的點贊支持 這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愛你們 這個是Gachador下集的簡介 難道真的到極限了嗎 加字幕的記憶封印被打開 一直以來加字幕不知何故 多次與Kemi相遇 每次相遇加字幕的記憶都會被操作 導致記憶變得不穩定 敏納托如此說道 另一方面加字幕本人由於戀愛煩惱而沮喪 在京都遇到的基野勝和他最近似乎不太順利 Kemi到底能否融入社會 加字幕的戀愛故事會如何發展 衝啊加字幕 有個人還是忘記了他媽的20年前的亡靈 下集是長谷川是吧 那肯定是啊 其實你想啊 從你消除記憶開始 你就應該想到他註定有恢復記憶的一天了 對啊 忘了穿2.0 下集他選了那個京都遇的戀愛體反場嘛 包括當潛水艇戀愛體 那個人間體 我幫你們有印象了 他在開頭世間能下靈音到結尾 打完那個蘑菇戀愛體之後 他又跳了出來 被黑鋼瞬秒了 所以我估計這是他出來 要嘛就是繼續去綁架靈音了 要嘛就是去找那個黑鋼的麻煩了 那他們要變成戀愛體的話 KEMI從哪裡來 因為他們曾經變成過戀愛體嘛 所以他們可能身上會有一些東西可以 複製住KEMI 或者直接變成戀愛體就行了 不需要KEMI 格里昂利用健一的AI鏈金術 創造了完全自律型 擁有格里昂靈魂副本的Dolador 原本Dolador就是誰都能變的公交車惡意騎士 但現在甚至連變身者都不需要了 它的存在將成為Gachado最終決斷的關鍵要素之一 而且繼第35話之後 設置再次連接到了下記就場版 Dolador也將出現在電影中 雖說TV系列與電影有著20年的時間差 甚至連世界線也不一樣 但格里昂的答案卻是相同的 那看來由始至終 這都是格里昂計劃的一部分 這裡稍微有提到一點點 格里昂早前已經注意到了 槍丸手上抱著的Isaac的存在了 怎麼說呢 他可以從槍丸抱著的Isaac 知道AI加上鏈金術這個技術的存在 所以即便是不同時間線 不同世界線的格里昂都走向了同樣的道路 此外 Dolador是還有04-34等類型的 後面也有提到 下記出場版是在第43與第44話之間拍攝的 就是從這一話的結束到下一話開始之前 從下週開始 TV系列也將進一步加速 這裡會用到加速 除了字面意思以外 也是因為監督渡邊聖野 時隔半年又從崩崩者那邊回來了 後面也寫了一段 臭陽佑和崩崩者製片人九十利人的對話 臭陽佑說 九十賞 你難道不想再看到 渡邊監督拍攝的Gacha多嗎 九十說 欸?不是 我也沒差了 OK啊 然後臭P說 你也這樣認為對吧 瞬間明白一切的九十 回答道 わかりました 可能真的有在看開輸出視頻的觀眾 才知道以上對話其實是個段子來的 因為前不久 九十利人在拍奔奔者 第十二話以前也是 找了臭陽佑 去借Gacha多的動作監督 胡哲博文去演紅英雄 所以上次對話是對當時 奔奔者官網的callback來的 好 這一集各位覺得有問題的點 我們先聊一聊 就你已經拿到最終了 那按理來說應該是 版本T0的存在嘛 但是為什麼會被一個 Kameetong的烈二體 打得滿地打滾呢 各位是如何理解這個情節的 他兩兄弟後面在交流的時候 寶太郎全程沒還手 啊我喜歡奈奔 奈奔 奈奔 我覺得他這一段 就單純的為了文系讓步啊 那我要是一腳把他踹死了 我拍什麼 我是能夠找補的 剛好這位觀眾也提到了 第十集也是這樣子 當時老師提了那麼一嘴的 寶太郎他不只能夠感覺到 Kameetong的內心 也能夠感覺到人的心 因為他與Kameetong共存之前 首先他是一個人 所以他被動挨打 是因為需要給到時間 讓剑衣跟槍丸交心 而且呢他也相信 槍丸能夠戰勝自己的恐懼 所以必須要有這麼一個契機 我只能說 這個問題無關對錯了 只是大家角度不同 兄弟型的部分很棒 但是內怕處理的確實一瞞 那我覺得 舔狗拍攝手法也要多講究一點 這個地方其實 戰力沒有勾壞 真正勾壞是老闆打那個 狗類的個類 打了老半天打不動一下 本來就打不動啊 你憑什麼打得動他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Kameetong現在是版本T5 打不正常 我不是瞎掰他 你這個系統 你給寶太郎玩 你看到玩不完的出來 Kameetong那種活 意思是說不是人有問題 你這裝備有問題 這還不夠明顯嗎 這就是裝備的問題啊 24時候給他發一些裝備 會有的 那趕緊發呀 你看下集都44集了 首先有一個問題 他現在講的是 要在單元劇裡面穿插主線 雖然我覺得不太合適 但是他既然都要這樣子搞了 我就期待一下 這樣搞能不能夠說 搞出點正常的活 甚至說花活出來 但是待會我這個部分怎麼處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寶太郎爸爸這條線 還是沒錯 沒多少集了哥 主要是他繼續搶下去 最後面就成天降了 你懂不懂 這種時候我也只能用萬用公司來回應你了 相信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 小谷上期的話還請正確轉 那麼下期不見不散咯 拜拜